对于追求自救民主人权的人们 我们都抱持了一个支持的态度 台湾来撑香港 那我们来保护台湾 香港反送中百万人大游行 总统蔡英文第一时间表达对香港关心 演说上也po文香港人民所苦苦追求 人权保障与民主法治 在台湾土地上却是如此自然的存在者 这值得我们用心珍惜和守护 他也在赖上面发文 强调一国两制不会是台湾人选项 po文一出就有15万人按赞分享 1万1000人留言 其中有不少人还是香港网友 一名香港正妹说他有出来游行 希望台湾人不要为了发大财 失去最宝贵的自由 一名香港行男在加码 他说把中国引来你们不会发大财 一位爱旅行的女背包客说 他很喜欢台湾一年会来三四次 不要相信一国两制 那是天下间最大的谎言 香港大叔也说 请记得回归后的香港 不要步上我们的后尘 我坚决反对一个中国原则 反对一国两制 更反对和平协议 我的态度就是 不是 是这样 我们不用去刻意去跟他二言相向 但是行不行 需要讲吗大家都晓得 我认为香港是 香港的一国两制是失败的 这也是我为什么当初 列劝韩市长不要进中联办的原因 我们必须坚持中华民国 自由民主的制度 面对香港自由法治岌岌可为 角逐大卫台面上人物纷纷表态 朱立伦也在联书上po文宣示 今日香港不会成为明日台湾 各阵营要角难得口径一致 力挺香港守护台湾 三新闻赖剑志台湾报道